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雪梨的粉丝集呢是雪梨在淘宝直播间给大家抽奖送福利 然后我就在地铁上给大家抽奖让座 虽然不能让你像雪梨在淘宝直播间一样 满大而归但起码不会让你一战到底 我在这个地方呢叫穷困潦倒 我可太适合这里了 之前搭这个景导演总是不满意 就觉得缺点什么不够窘迫 直到刚刚我来走台的时候导演看见我说 就是他 缺的就是他 这个小伙子和这个景大 我说当然了 在穷这一块我可是百搭单品 我现在确实挣到了一点钱 但是跟朋友见面呢 我还是会哭穷 因为我觉得哭穷是一种社交礼仪 就是当大家生活都过得不是特别好的时候 你听一听别人的悲惨 你就会觉得痛苦的生活离你就走远了 但这个时候如果有人站出来炫富的话 那种感觉就是刚刚离开的生活 又给你来了一个回手套 你只能感叹他的走位好骚呀 没有任何办法 现在我确实有了一点钱 以前的时候租房我只能压一负一 就那个时候在我眼里 能压一负三的人都是有钱人 就导致我每次看到那种 只能压一负三的房子的时候 就不管那个房子在哪一个区 那在我眼里那都是富人区 其实呢一个人穷不穷 我觉得主要看他在哪里生活 你像在上海的话 只要你买不起房子 你就算是穷 但如果在我们老家的话 你只要是从上海回来的 你就不穷 人家就会说你看 他是从上海回来的 就怎么说 就我在我们村就属于是海归 海归 我现在还是会省钱啊 就我们演出的时候 会给那个工作人员订一些盒饭 就他们吃不完的时候 我就会拿来吃 但有一段时间 那个盒饭经常一点都不剩 就时间长了 我都快营养不良了 然后我就跟领导反应 我们能不能把这一批工作人员 给换了呀 这批也太能吃了吧 别人的招聘标准都是 能干活 我们的招聘标准是 饭量小 减肥人是优先考虑 吃不惯外卖的 直接聘用 就自从我有了一点钱之后呢 就有朋友开始找我借钱 但是当一个人 他想找我借钱的时候 我是能感觉到的 就他很久不联系你了 突然给你发微信 问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呀 我就知道 他最近过得应该不怎么样 就一般这种情况 我就不回复 我相信他能感觉出来 我是不想借给他钱嘛 但他如果接着给我发呢 我就只能明说了 我说我最近确实过得挺好的 都有人开始找我借钱了 但我相信你应该不是这种人 在这里我要跟我的朋友们 说一句 就虽然呢 我挣了一点钱 甚至有一点 是金钱如粪土的感觉 但你如果要找我借钱的话 那就属于是在太岁头上动土 相当于穷 我更懒 就我省钱的方法 非常的简单粗暴 就直接住在地铁的终点站 就地铁终点站的那个价格 都没有砍价的空间 你只能抄底 就被迫割房东的韭菜 就这一点就跟 到雪梨淘宝直播间 买东西一样 就什么都给你弄会儿 你直接下单 买什么都是抄底价 谢谢阿伯 大家好 我是广志 就本来大家看得出来 我今天这个衣服特别的好看嘛 就我本来来参加这个比赛 我就是想着是随便比一比的 但是当我穿上这个衣服之后 我觉得我可以和李云迪一战 然后 难分伯仲啊 就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 叫夸夸自己大会 我刚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我本来是不想来的 因为我觉得我身上 确实没有几个值得夸的点嘛 也就只有什么天才少年 什么阳光帅气 努力上进 就除此之外 就只有谦虚和低调 两个品质了 就这一轮颁发的奖呢 叫偶像与贵族气质兼备奖 我本来是不知道李云迪会来的 然后我就问导演 就是我同场的竞争者都是谁 他们说有忽兰 陈璐 杨蒙恩 胡豆豆 我当时想这个奖的 含金量也太低了吧 就这几个人 怎么能叫偶像与贵族气质兼备奖呢 应该叫偶像与贵族气质 背道而驰奖 还好我来了 我太适合这个奖了 这个时候你们肯定会有人质疑 说我不是一个偶像 对不对 其实你们可能不知道 我现在出去参加活动呢 我和偶像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就那些偶像 他们一出场呢 弹幕就会刷 哇 这个小哥哥好帅呀 这个小哥哥好厉害 然后我一出场 弹幕也会刷 这个小哥也不错 也不错 就只差了一个歌啊 就导致后面其他的偶像 被观众夸奖之后 他们都会觉得 又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然后我现在每次 被观众夸奖之后 我都感觉是 又一个好评 作为一个偶像呢 其实我也是有粉丝的 我也是有粉丝的 粉丝呢不是特别的多 但我的粉丝全是死忠粉 全是脱口的死忠粉 就脱口秀的死忠粉 是有这样一个特点的 就是他的粉丝的数量不多 但是粉丝关注的人特别多 就怎么说呢 就基本上 那些粉丝 他们把我们脱口秀大会 所有的选手都关注了 就你能经常在 所有的演员下面 都能看到他们的评论 就感觉就有一些观众 他们比我们一些演员 的名气还要高 然后就有一次 我就回复了 其中一个观众一条 我回复完之后 那个人他就特别激动地 回了我一条 啊 我被何广志翻牌子了 我当时也回了他一条 我说不不不 是你翻了我的牌子 我跟其他的偶像一样 就是我也是有些事业粉的 粉丝定位特别地清楚嘛 有些事业粉 你像其他偶像的事业粉 他们会特别关注 偶像的事业嘛 经常会说什么 啊 我们家哥哥又新通告了 我们家哥哥又接到了新的代言 哥哥好厉害 然后我的事业粉也特别关注我的事业 天天在那里喊 不要让何广志挣到钱 何广志挣到钱之后就不好笑了 何广志都挣到钱了 爷清洁 这也太关心我的事业了 然后很多人还说 李云迪光听这个名字 就非常的有贵族气质 其实我觉得李云迪这个名字 没有我的名字厉害 就他这个名字 我去网上查了一下 云呢是因为他的祖籍是云南 然后迪是开导启发的意思 然后我的名字其实也是有一些寓意的 广是因为在我们家的半分钟 第二个字必须是广 志是因为我爸觉得这个字肯定不是一个坏字 所以说你要非要问我 我这个名字有什么寓意的话 它可能就是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中的智慧 所以我必须获这个奖 然后我不仅是一个偶像 就我最近也越来越有贵族气质了 您说实话 我最近确实挣到了一些钱嘛 然后我坐过四次商务仓 就你现在要跟我聊贵族气质的话 你就属于是撞到枪口上了 撞到枪口上了 撞到了商务仓的仓门上 就我现在挣到钱之后呢 然后就导致我每次买完东西之后 我的朋友他们都会说我 何广志你又被割韭菜了 何广志你就是个韭菜 时间长了之后呢 他们现在都叫我韭菜盒子 其实他们不知道 我之所以敢这么嚣张呢 是因为我有京东Plus会员 就我在京东上买东西呢 都是以Plus会员专享价购买的 而且会员价 还可以与其他的优惠券呀 满减呀 叠加 所以说我这种很明显 就不属于被割韭菜 明显我这属于是浩羊毛 不要小看浩羊毛 就在我月薪1500的时候 我就是靠浩羊毛来养活自己的 所以说我不能算打工人 我是牧羊人 而且我经常会把那个会员价 和其他的优惠满减叠加使用 就怎么说呢 就等于说别人是属于浩羊毛 我是直接浩羊 所以说最后我还是希望 这个奖能够颁给我 因为我觉得这个时代 偶像太容易过气了 你像我在节目刚播完 有一点火的时候 我就立马一锦还乡了 因为我怕就是再晚一点 热度就过去了 所以说我劝你们 今天这个奖一定要颁给我 因为你们想要颁给李云迪的话 有的是机会 但你们想要颁给周杰伦的话 就只有今天这一个机会了 好不好 我想看周杰伦都想就把票投给我 谢谢大家我是广志 哈喽大家好 我是透游演员 周杰伦的眼粉 一个在上海打工的山东人 何广志 上面这段介绍 你是不是只记住了周杰伦 说到打工人 我就想到我刚到上海的时候 一般像我这种互飘 只能在郊区租个房子 我管那个叫梦想的起点 但其实只是地铁站的起点 而每天最激动的时刻 就是下地铁后 能扫上一辆哈罗单车 这让我很快融入了 大多数的生活节奏 总而是大家都在骑 不融入也不行 最近我搬到了 离地铁站近一线的房子了 作为明星 有点膨胀 不想坐地铁 现在别克奔驰宝马 每天换着坐 坐顺风车就是舒服 就这个哈罗顺风车 周一还特划算 哈喽车主 有一回大青岛 我坐顺风车 今天车有大哥吐槽 这甲方是不是有毛病啊 这么早就开会 后来我跟这位车主大哥 坐在了同一间办公室里开会 他坐在我对面 看着我果断地说了俩字 换人 我当痛苦演员已经两年了 挣了不少钱 不少是多少呢 就是你省吃减用两年 差不多就跟像我一样 买一辆电动车了 后来哈罗找我来了 说送我一辆 我说我不要 我要是拿了你的车 那我这省吃减用的两年算什么 后来我还是要的 这给我带来个烦恼 因为以前月薪一千五 女生接近我一定是因为爱情 现在不好判断了 我担心女生靠近我 是为了蹭我的电动车 所以我特怕哪天车丢了 但后来我发现我多虑了 我这哈罗电动车 有个VB Smart系统 也太智能了吧 钥匙都不用带了 手机就能开锁 还能记录车在哪 然后我就开始担心我的手机了 记得刚踏入社会时 我很迷茫 自己到底行不行 但在一次次脱口秀演出的打磨下 我也进不成为明星了 果然 搏一搏 单车变魔陀 虽然周围的人与世都在不断变化 还好哈罗的陪伴始终不变 希望每一个努力的你们 都能抓着机遇 放轻松去拼搏 再远的旅途也会有人与你同行 告诉自己 打工人我可以 用哈罗生活出行样样都行 哎呀 这可怎么办 没人唱歌 这完了呀 完了呀 这么好一首歌要毁咱们手上了呀 比如你听我这个 我这个行不行 叭叭叭叭叭 你别叭叭叭叭 都跑掉了 我试试 这特别好 你看看我早就做好 这个万全之策了 喂 老师 对 我全部都搞砸了 上场吧 来吧 讨论一下你为什么不快乐 我们看看幸福手册上 他说些什么 你找他去做会也收获很多 别让快乐走了哦 巴巴巴巴巴 不要生的难题总是很犹豫 可以喊开我们都有许多坎坷 别管难不难听嘛 如果不会唱歌就别再唱了 别让观众走了哦 巴巴巴巴巴 我们主打的就是真诚 至少我们就是全开麦对吧 不要舍着难题总是很犹豫 明月安排我们都有许多坎坷 别管难不难听嘛 你记他你知道吗 然后主持人刚才说我是山东人吗 确实是 就是我刚来到上海的时候 我发现就是我是一个特别念旧的人 就是我刚来上海的时候 我发现我不是特别喜欢上海这边的女孩 就我每次回忆起我人生中 各个阶段遇到的女孩的时候 我感觉我最喜欢的 还是我读高中的时候 遇到的我们山东的姑娘 因为我们山东姑娘 她的特点就长得比较高嘛 然后性格比较好 对吧 但我现在上海就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我最近发现 我最近就开始喜欢上海的姑娘了 因为我发现上海姑娘 她都给我一个特点 就她在上海都有房子 各地女孩特点都不一样 就比如说东北姑娘 她看着不去 东北姑娘性格比较直爽 对吧 江浙姑娘的话 江浙姑娘有温柔的气质 新年姑娘的话 有抑郁风情 上海姑娘有上海户口 我发现就我们山东姑娘 就最傻 就最实在 就啥也没有 啥也不会 就在那个地方就长客 就长客一样 就是 就是我现在来到上海之后 感觉就是 上海它确实是一个大东西嘛 一个比较文明的城市 对吧 垃圾还需要分类啥的 上海会有好多文明标语嘛 那边写什么 禁止乱丢垃圾 然后它的标语下面 还会再跟一方英文 看上去就很文明 然后我们小建神呢 就没有这么文明 我们小建神 他的不文明 他具体体验在哪些地方呢 就是 他的文明标语就不文明 就我们小建神 现在他也是 禁止乱丢垃圾 在上面一般也都写着 什么禁止乱丢垃圾 然后下面也跟一句话 就是 谁在这个地方丢垃圾 谁就是狗 他文明到什么程度 谁要是不讲文明 谁就是狗 类似的文明标语 还有很多 你还可以看到什么 室内抽烟死全家 可以听得出来 这个室内比室外要更加文明 一点 就是这样 然后 然后我前天搬家了 比较跟他说下这个 前天搬家了 但是 因为我还是比较 请问我还是住在郊区 就是我先住的房子是那种 就是那种隔断的房 就是二房子他把房子租过来 之后他打了好多隔断 就你们可能应该都知道那种房子 就是把那种客厅都给隔没了 那种 你进去之后 直接是一个小搜狗的那种感觉 你知道你们的话 你们现在住的可能是什么 三十一厅 或者两十一厅 对吧 然后我们家现在是七十一走狼 打了好多隔 然后呢 我隔壁是还住了一对小轻女 这样的 而且我那个房间 还隔音才特别的差 就怎么说呢 我基本上我能每天 我能隐约的听到 他们日常对话的一些声音 就因为能听到 所以我就连上听了一周 但是也没有听到 我想听到的那种 气得我都想退房了 因为当时我租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最吸引我的两点 第一点就是隔壁住了 一对小轻女 第二点就是房间隔音特别差 有多差呀 就是我最近刚搬家了 我搬家之前呢 我现在虽然 我比之前是往前搬了五站 但是还在郊区 可能很多观众 可能很多观众问 就是为什么搬着五站 还在郊区呢 是这样的 因为我之前那住在中典站 我之前住在宝山 就是特别宝山 就是七号山的中典站 你们有人知道那一站吗 哇你们都知道是吗 你们好球呀 对我之前就住在七号山的中典站 就你们如果没有去过中典站的话 你们可能不到中典站 就有个篇 他有多么 他有多么脚 他有多么荒利 然后给你们借 大家好 我是孔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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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期的主题是因为爱情 就为什么让我来呢 就是我虽然没有谈过恋爱 但是我谈谈恋爱可厉害了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谈谈恋爱 就是前一段时间 有一个母胎单身的恋宗 然后我去当观察员嘛 在那里遇到了很多 跟我一样 二十多岁 还没有谈过恋爱的人 我特别开心 结果节目还没有播出 往往就担心 这个节目肯定会塌房的 他们肯定都谈过恋爱 当时我比网友更担心 该不会只有我一个人 没有谈过恋爱吧 当时我就有一个感受 我说这个房能不能让我先塌呀 然后呢 那个节目就是沈老师也在 每天晚上我们会有一个环节 就是猜他们分别对谁心动 然后沈老师呢 作为一个情感专家 就没猜对过 我没谈过恋爱 天天猜对 后来我都慌了 我说我的选择跟那些 完全不会恋爱的人 一模一样 我在那个节目里面 最大的收获就是 我深刻认识了 在恋爱中哪些行为是错的 就是我认为是对的 它就一定是错的 就我如果现在恋爱的话 我女朋友问我 就是你知道你错在哪了吗 我就会特别高兴 我当然知道了 这道题我猜对过 其实呢 爱情中美好的样子 我也见过 就有一次 我请志胜和他女朋友 来我家吃饭 然后快吃完的时候呢 我就看到志胜 在吃他女朋友的剩饭 我说你这都不香了呀 我这边有海天蚝油 挤一点就可以好鲜好鲜 志胜说可以 但是没必要 我这碗面放了爱情这个调味品 可惜呀 你没有尝过 气得我当时就往面里面挤了一滴蚝油 因为海天蚝油挤几瓶 想挤多少就可以挤多少 我说这个就要自由 可惜你体会不到了 就为了能早日尝到爱情的甜呢 前两天我跟志胜还去了趟那个 人民公园的相亲角 那是我去过说话最刻薄的地方 比作为我演员还刻薄 我刚站过去 哎哟小伙子 你这个身高有点矮呀 你这个也没有上海户口呀 我也没有房子呀 那你来这里做什么呀 我说我就是问问地铁站怎么走 进去之后 我又感觉那个地方 就像是一个商品市场 就每个人 他会把自己的条件跟要求 写在一张A4纸上 就你从他们的内容排版上 我又能发现 我应该是走错市场了 因为他们会把上海户口 有车有房 用特别大的标红字体 写在正中间 然后角落里写着四个小字 风趣幽默 我当时直接就借鉴了这种排版 我跟直升说 我说你看我多聪明 把风趣幽默写在了正中间 把没车没房写在了角落里 直升说你傻呀 没车没房可以不写 然后我们俩就在里面逛 在里面逛 后来我就走路的时候 不小心踩到了一位叔叔的A4纸 我说叔叔不好意思 把你的房子踩掉了 叔叔又拿出来两张A4纸 说没事 我还有两套 不光是房子 他们还嫌弃我的身高 嫌弃我身高太矮了 临走的时候跟我说 男生长不到一米七零 就算残疾 然后我回来之后 跟大家说这个事 气得往缅跳起来拍桌子 这个人也太没有礼貌了 踩着高桥 居然找人家去理论 我现在在相亲角 就一直被嫌弃嘛 后来我就忍不住了 我就拽住一个叔叔说 我说本来打算 以普通人的身份 跟你们相处 现在我不装了 我摊牌了 我是一个明星 那个叔叔当场就认出 我过来了 就我想起来了 电视上看过你 住在郊区 月薪一千五是吧 快走吧 再不走就赶不上地铁了 他们都很现实 就在他们眼里 如果你没有房子的话 你就不配拥有爱情 然后我当时就忍不住了 我跟一个阿姨理论了起来 我说两个人 如果互相喜欢的话 租房也可以很快乐 我刚说完 周围的阿姨爆笑 甚至周围的好多叔叔阿姨 放下手里的活 围过来笑我 跟我说 小伙子你也太好笑了 没有房子 谁会喜欢你呀 当时气得我 扭头就走了 走的时候 撂下了一句狠话 等你们房子租不出去的时候 你们会喜欢我的 谢谢大家 我是广志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广志 谢谢 谢谢 然后我们今天主要是聊双十一 关于双十一 我最想聊的就是价格 因为我觉得 对于我来讲的话 双十一的优惠力度 还是太小了 我觉得真正的优惠 就应该是让我这种 月薪一千五的演员 也能参与上的 你知道吗 就是后来他们算了一下 说让你这种 月薪一千五的演员 也能参与的 那个不叫双十一 那叫扶贫 是另外一个项目 然后优惠小就算了 我觉得他每年 还都搞得特别的复杂 就我都看不明白 像什么平台优惠券 加什么店铺优惠券 还有满简什么的 然后一顿操作 最后算下来 就几千块钱的东西 就便宜五块钱 不是我就感觉是 你这个几千块钱的东西 你就便宜五块钱 你那个就不能叫优惠 你那个叫幽默 就是讲这个谐音梗 主要就是为了告诉你们 我现在挣到钱了 讲谐音梗 是我私炫富的 一个标准现在 用到钱 就我 我是 我特别讨厌那种 活动规则很复杂 因为我是那种直男嘛 就是我是那种 每次买东西 算来算去 到最后都能完美地 避开所有优惠活动的人 就每次都能买到 全网税高价 也不知道 就是我买贵了 其实也无所谓 但是我特别害怕 我的朋友买便宜了 就那种感受 你能理解吗 就是你的朋友买便宜了 比你自己买贵了 还要难受 就他买便宜了五十块钱 我就感觉我亏了五十块钱 他便宜了五百 我就感觉我亏了五百 他买的越多 我就感觉我亏的越多 后来实在撑不住 我又劝他 你能不能不要再买了 我已经没有钱了 我觉得是 他的活动规则 搞得越复杂 就证明他越不想跟你优惠 因为真正想跟你优惠的 他一定是一眼 就能让你看明白的 我现在总结了一个规律 就是他活动的 自数越少 他优惠的力度就越大 你又比如像什么 三元一双 十元四双 就只有八个字 然后平均每双 给你优惠的百分之十五 然后还有优惠力度 更大的 自数更少 买一送一 只有四个字 优惠了百分之五十 然后优惠力度更大的 只有两个字 免费 对于这样的活动 我的回答已经只有一个字 就是买 我觉得就大家应该 都简单一点 不要搞那么复杂 对不对 还有平台总是会说自己 什么发放了几个亿的补贴 什么几百个亿的补贴 啥子 就是听上去特别的吓人 但是每次评分到我个人身上 也就只有几块钱 就我小的时候 总是做梦想着 就是如果全国每个人 都给我一块钱的话 那我就会成为亿万富翁了 对不对 结果长大之后 发现梦是反的 就不会每个人给你一块钱 只会有亿万富翁 给每个人一块钱 然后除了价格之外呢 我最关心的就是物流速度了 因为双十一 它有时候发货特别地慢 它慢到有时候 就是那个货 到你手里的时候 你已经不需要它了 我有一年双十一的时候 我就给我们小区的 流浪小奶猫 买了一些小奶猫 专用的猫粮 但是等快递到我手里的时候 那个猫已经长大了 那个猫都学会独立生活了 都会捕猎了 但是当然也有快的 也有快的 就是京东自营又特别地快 它快到什么程度 有时候你当天晚上十二点下单 然后第二天早上八点就到了 有时候我都懵了 就是我这是点了一个外卖 早知道我又买一份早餐了 然后就是聊了这么多呢 就是最后还是希望 就是这一次双十一的 一会儿力度能够大一点 因为我特别地需要 这一次双十一 就是众所周知 我正在走这个时尚路线 效果文化时尚界的半壁江山 就靠这次双十一了 你知道吗 好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谢谢 大家好 我是河文智 谢谢 谢谢 大家看到刚才那个短片了 是吧 我担任摄像 那里边的镜头 没有一个是我拍的 因为当时的情况是 我拍一条 然后那个专业的摄像大哥 过来看一眼 好 这条过 你歇一会儿 我来保一条 我拍一条 好 这条过 我来保一条 我老师 你要不直接保一条吧 我在足里的地位 也没有这么高了 我们几个实在是太业余了 你们可能不知道 就是我们当时连机器都不会用 都准备开始拍了 然后那个专业的摄像大哥 在旁边 弱弱地问我们 老师 咱这个是要拍一个磨具吗 我说不是呀 那倒是把录音打开呀 我们当时不光不会用机器 连绑架我们也不会 我们都没有干过绑架 就绳子根本就绑不结实 每次都只能很松散地搭在智胜的身上 就很考验智胜的演技 因为智胜都不敢动 一动的话就把自己给释放了 我们那个绑架全靠人质自觉 后来实在是太麻烦 都想改剧本了 绑匪把人质用502粘在了椅子上 而且当时机器我也拿不稳 就是镜头又虚又晃 然后时不时的还有遮挡 明明是一部大制作 让我拍出了记者暗访的感觉 总感觉这个摄像 下一秒要以身体不适为由 离开片场了 虽然我们不会拍吧 但是好在建国导演 也不咋会倒 虽然是导演 但是对每一个人都特别客气 就怕我们跑了 别的导演拍电影 就是要么有钱 要么艺术好 我们王导平的就是一个态度好 给组里的所有人都揉过肩 因为他也不知道 除了揉肩还能干点啥 我扛着机器他给我揉肩 我说哥你别揉了 你去看一眼监视器吧 上个镜头 是不是让你给揉虚了呀 就是一般 这个艺术越好的导演呀 这个脾气就会越差 就王导那个艺术 就不干服务员 都可惜了 我虽然不会当摄像 但其实我当演员就还行 我觉得我真的接到过一部 这个青春偶像剧 在里边还有一段感情戏 演一个舔狗 然后我第一天去 先去试符合人物的服装 结果试了三十多套 导演都不满意 我都换上自己的衣服 准备走了 导演说 诶 这套合适 我当第一次演嘛 然后经验特别的少 我当时在里面 都没有群演演得好 导演呢 为了突出我的表现 只能不停地换群演 快看 何老师跟群演 飙上戏了 但是何老师 好像有点接不住了 快 还有没有演技更差的群演 很多观众 看完我的表现之后 都说在我身上 看到了很多可能 可能我上我也行 我以前看电影 就觉得那些个 什么idol偶像 演技很尬嘛 觉得我上我也行 我拍完之后呢 我现在再看 还是很尬 但是可以接受了 因为我终于知道 哥哥有多努力了 其实我平时看电影 特别喜欢看一些 爆米花电影 就那种当红小花拍的 就是演员特别好看 同时呢 又没有演技 也没有剧情 因为剧情一旦很好 我就很容易被剧情吸引 这不是耽误我欣赏演员吗 所以有些那个 当红小花 演技一旦进步了 我就不看了 很失望 那么想要获得 大众的认可吗 虽然你赢得了口碑 但是你永远失去了我 好好算算这笔账吧 但其实这些都是开玩笑了 都是开玩笑 因为那些当红小花 他们的演技 就从来没有进步过 我还是那么喜欢 你看有些电影 它不光没有内容嘛 就演着演着 还容易出广告 很气人 更过分的是 有些电影 它不光无聊 它还没有广告 你就盼着 赶紧出个广告吧 广告也比这剧情好看呀 就比如说这个 茄黄泡面 酸甜浓郁 每一碗都用了 一盒新疆番茄 新疆番茄是个宝 不管电影多单调 来碗茄黄错不了 谢谢 我是何光志 谢谢 谢谢 大家好 我是何光志 谢谢 谢谢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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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帅 我知道 谢谢 谢谢 知道 知道 对 最近刚发的新专辑 可以去听一听 在分控的前一个月 我租了一个巨大的房子 足足72平 就是现在想想 那可能是我租过 就是最值的一个房子 每天就在家里躺着 就没有出过门 都值麻了 我当时呢 是和一个做生意的老板 同时看上的那个房子 老板呢 出的钱比我多 但前提是得先算一挂 就如果风水好的话 他甚至可以加钱 房东是这么跟我说的 我说哥 你说的那个不叫算挂 那个叫画饼 房东说 没办法嘛 他生意人 他就是信这个 我说哥 你要这样说的话 我也信 就如果算出来 他不要的话 我也不要了 房东一琢磨 好像是这么回事 就低价租给了我 然后在我签合同的时候 那个大哥打过来电话 说可以多出一千块钱 我那房东人特别好 当时就给他拒绝了 然后都签完合同了 那个大哥还不死心 又打过来电话 说可以再多出五百 当时别说房东了 我都心动了 我说哥不行 这个价格我租给他吧 我那个房子不光大 而且是新庄装修的 就是又大又新 就我刚一搬进去 就立马邀请了一些 就是贫穷的朋友 去我家里玩 带他们在我们家 就是逛了一圈之后 就你听我这个用词 就逛了一圈 就以前我们家 别说逛了 翻个白眼就全看到了 我租的第一个房子 真的特别的小 它小到什么程度 就你每次推门进去之后 那个床和桌子 椅子 柜子 就把整个空间 都给塞满了 我当时就感觉 我住在了一套 七条板里面 有一次我给家里 调整了一下布局 我进不去了 很屈辱呢 所以现在每次有人问我 为什么一个人住 要租那么大的房子的时候 我都会说 我要把我当时住在郊区 丢失的尊严 给找回来 就我现在住的是两室嘛 就一个卧室住我 另一个卧室住我的尊严 然后我朋友在我们家 逛了一圈之后呢 说不行 所以你这房子刚装修的 屋里有甲醛 我刚进来一会儿 我鼻子就开始酸 我心想知道 你酸的是甲醛吗 我当时觉得他就是在酸我 结果到了第二天 我也开始鼻子酸 然后就赶紧去网上搜了一些 出甲醛的方法 就是买了碳包 也放了绿植 还叫了一些肺活量大的朋友 我去家里玩 给忽兰发微信 你叫上王建国 给你吃得干干净净 把他们都叫来家里之后 先一人发一个健身环 先玩着 等他们玩得呼吃带喘的 再在他们参观 这个是房东心打的衣柜 趁着心弦多看两眼 他们说 广志 你是不是没见过衣柜呀 我说不一样 我这个衣柜 谁看谁迷糊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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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了一圈 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 人都快没有反应了 只能眯着眼睛问 你这屋里 是不是有甲醛呀 我没事 就快没有了 但其实你们不知道 就一个人住那么大的房子 其实是很累的 你看我 我们家有一个巨大的阳台 它就特别适合 一个人悲伤的时候 就在那里缓解一下情绪 我为了不浪费房租 每天会尽量出时间 让自己悲伤一会儿 有一次 憋了很久 终于悲伤了 特别高兴 赶紧抬头冲向阳台 结果发现 从卧室到阳台 就足足八米 房子这么大 悲伤不起来呀 在路上就治愈了 我一直觉得我的房子很大 直到有一天 我重新认识了这个房子 那天叫了好多朋友 去我们家喝酒 李旦也去了 李旦进门之后 第一句话 广志房子挺小 人很热情呀 我当时就想 我也没让谁站着呀 虽然有一点急 但是每一个人都坐下来呀 你在说人事都坐下来 但是坐下之后 站不起来了呀 他说一个真正的house 你叫人来喝酒 你得是能走动在里边 你得是能蹦能跳 我说哥 你说的那个叫 Levelhouse 那一刻我就发现 我跟李旦对房子大的理解 还是不一样的 我现在可能还是那种地铁的心态 就比如我看着沙发上 那一排我的朋友们 我就总有个感觉就是 那个沙发 挤挤还能上 李旦呢 可能是那种商务舱 看经济舱的心态 就李旦看着沙发上的那一群人 他的感觉是 他们的人虽然坐下来 但他们的尊严还在站着 讲这么多 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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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广志 谢谢 你们也很帅 也很帅 我最近有一个感觉是 我觉得 现在谈恋爱的人很少 但是喜欢看别人 谈恋爱的人很多 前两天 我跟公司的一个女同事 穿了一件很像的衣服 然后周围的同事就开始起哄 哎哟 情侣装 磕到了 磕到了 我都懒得跟他们解释 两个人约好的才叫情侣装 我们这个只能叫缘分 还没说呢 女同事就极力否认 不一样 不一样 我穿的这个是短袖 她穿的是秋衣 就整的我也很尴尬 我俩的衣服明明都不在一个季节 就硬磕 我俩的衣服一个在秋天 一个在夏天 磕完气氛冷得像冬天 只有我觉得这好像是我的春天 以前上学的时候 我也磕 我磕我自己和我喜欢的女孩 拍毕业照的那天 我走过去跟她说 你看咱俩穿的一样 真般配 她说这不叫般配 这叫般服 照你这么说 咱们班谁跟谁都配 那照你这么说 我给你 是不是也配呀 她肯定了我 你也配 说完转身就跑了 路都没看 撞到门上了 我心想 这下你也磕到了吧 那个时候还比较单纯 我现在有一个感觉是 好像现在爱情的催化剂 到处都是 就比如说跟朋友 去露天的地方吃饭 总会有个卖花的阿姨 跑过来 给你的女朋友买一朵花吧 我特别讨厌这事 因为一桌男生 阿姨从来没有问到过我头上 可能阿姨觉得 光是这一朵花 应该帮不上她的忙吧 我能理解 因为在一桌男生面前 我确实 最不像有女朋友的 但有一次 我跟一个女生单独吃饭 我心想 这下没有别的选择了吧 阿姨选择了绕开 这有点误人了吧 转念一想 她如果走过来说 来给你的女朋友 买一朵花吧 女生就会觉得 这有一点侮辱人了吧 很生气 我只能主动说 我要买花 阿姨说 你买花送给别人的女朋友 不合适吧 这个花是卖得很贵 但阿姨也不是什么 当前都挣的 就还有的时候 你去逛个书店 也可以看到很多 教人谈恋爱的书 什么 如何快速追到女生 还有七天让女生倒追你 两本书 我都买了 我就是要让他们无路可逃 但你看过就知道 那种书没啥用 一看就是理工直男写的 因为一本恋爱书籍 你翻开看不到一丝的浪漫 全是各种数据 0.6米更容易来电 约女生的画术 列了一个树状图 越看越熟悉 我感觉这不是恋爱书籍 跟我那会流水先生的 车床操作手册一样 这玩意别说追女生了 当时追生产进度都费劲 这种场合还有很多 比如说夜店 我之前没有去过 就听他们描述那个场景 酒精 音乐 荷尔蒙 最主要的是灯光昏暗 一听就特别适合 我这种小明星 谈一场见不得光的恋爱 我之前没去呢 是觉得我自己 不适合那种地方 我觉得那种地方 必须得是 事业有成的人才能去的 就现在我这个事业 不得不去了 我 时尚先生 坐拥72屏大house 黑暗中还有一点像周杰伦 黑暗中 真的 别说蹦迪啦 我现在走路都蹦着走 骑电动车过减速带 我都不减速 蹦的可高了 那种环境是很暧昧 但大家去的时候 一定要穿点贵的衣服去 就千万不要穿 你从网上买的什么 2022潮南秋季 必备套装 因为你在里面 很容易遇到另外一个潮南 我就遇到了 我抬头一看 突然感觉 我的这个潮流 小众男装 好像不小众了 很尴尬 我俩都想回头确认 但眼神又不敢发声交汇 我心想 这里果然很暧昧啊 当时我穿着秋衣 大哥穿着同款的短袖 我俩一个在秋天 一个在夏天 都开不起卡座 只能相遇在舞池里 共同寻找彼此的春天 当时 不管舞池的音乐 多么劲爆 就感觉 我俩的BGM 永远都是 春天在哪里呀 春天在哪里 扭头一看 春天在那 开不起的卡座里 当然那天 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 我还是加到了一个微信 走的时候还说哪 以后要常联系哦 再有小众男装 记得店铺分享给我哦 小众多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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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